在这个城市 人们在想在罪人员 而在某个地方 一个秘密的组织 会拒绝罪人员 在自己的方法 一分钟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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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接孩子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将法院调查到底 我们是刘欢 讨论小谷 我也留住 你干嘛呀 就是采访一个问题 您平时说话当中 会有这种说谎的情况吗 一般都是别人骗我 跟王爷 身体也啥 逼不得已的色彩 这些不是都说过吗 当然会啊 可以啊 没有啊 您平时说谎吗 啊 一分钟时间就可以 哎呀成立了 等我一下吧 都是一分钟时间 跟我的朋友一样 你们被骗过吗 我不 我不找人骗 进那个公司 他说室友期 要扣我一个月工资 后来没改 男朋友骗我 他说今天上班 其实他在玩游戏 淘宝上的此图为时拍 我跟你们说 你们要是信的话 马果林全蒙逼了 那这不算吗 朋友圈知道吗 朋友圈 朋友圈哎 听到没有 朋友圈一个个长天仙 还有一个人 都不是一个人好吗 下面回答这个问题 你就会获得我们 送出的新款iPhone 作为这次采访的礼物 好的 你现在诚实地回答我 你觉得这是一个 谎言大爆炸的事件吗 不是 不是是吗 快跑 面对朋友面对家人都有 男朋友吧 男朋友吧 生活中最常骗的人是谁呢 我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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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最多一次吧 三到五次吧 差不多 但随时随时任人不都在说谎 统计来看的话 人每天平均才要说25次谎 这么多 我以为会更多 25次太少了是吗 所有人都有说谎症吗 对 其实所有人都有说谎症 对 其实所有人都有说谎症 说谎的这种冲动是怎么来的 你为什么会控制不住 自己这种撒谎的欲望 你说真话挨打 这个问题 我正跟你说 雨天在我起完的时候 我老公我今天穿这个好看 然后快睡觉 然后快睡觉 然后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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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完这个就减肥 嗯 喜欢就乱 不行就酸 重洗一下 多喝点水 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 骗人 那就是 可能善意的谎言 要不说谎的话 可能引起父母的担心之类的 他说他并不喜欢长发 但是他的心欢也并非短发 其实不爱了就不爱了 和什么也有什么关系 嗯 当时我跟我女朋友分开的时候 确实撒了一个谎 那个谎真的言不由衷 事后我非常后悔 但是 这也没办法 只要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 拼摸笔记本 好 第一个问题 你的名字 姚宋扬 好 第二个问题 你今天走大了 人人失败 好 第三个问题 你今天走大了 失败 好 现在有个特别牛逼的电影 就要上映了 来猜猜名字 通过我的提示 好的 您答对了 谢谢啊 那我等你呢 那我等你呢